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一起话大学 对于那些现在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 可能又在盼望着我们家今天的这一些漂亮妹妹来主持的话 今天要让你们失望了 不仅是我 而且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个课题叫做 年轻人为反而反 那我们的这个制作人就有一个理由来说服我来主持 主要是想说依依我来的话可以有一点老人的声音在里面 调和一下制衡一下太年轻的声音 然后呢当然主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说 我就是可以让今天的这个conversation有一点不同的火花 我尽量啦 但是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那就从我最靠近我的 这个这从昨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有很多人在在说的这个啊 在盼望着的这个来宾呢就是卢卡斯 卢卡斯嗯最近做了很多视频 是最近吗其实一直都有做吧对吗 那只是最近跟大选比较有关系大家都看到你的新闻报报看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从你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这个啊 年轻人到底对大选啊对政治有一些什么看法 那另外一位呃这个嘉宾呢 呃有看我们直播的这个呃 呃百个大家讲的节目的观众朋友呢也会非常熟悉的 因为他偶尔也有客串一下当我们的主持人就是庄敏 当然庄敏除了是百个这个呃大家讲偶尔的主持人之外呢 那他同时也是新周日报的一个呃呃记者 总社的记者那我跟他一起跑过新闻 对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热忱的年轻记者 是能够如果你跟他跑新闻的话你会非常感动 那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谢谢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马佛卿总会长 我们今天就正容薛正容 那我觉得正容今天可能跟我单杆的角色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哈哈哈我们要来呃看看其实其实今天有几 我不能用几代人 哈哈哈因为正容自己本身其实呃马佛卿应该也是就是属于呃七零后吧 对对对对算七零后吧 那嗯我是八零后啦我嗯我不会太害羞的告诉大家我是八零后 那这边两个是九零后我原本以为卢卡斯如果他是零零后的话 那就太perfect了我们就四代人一起来谈这个课题 但是嗯他还是九零后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今天 白格会特别挑这个呃这个话题来谈呢 其实在这一届的大选里面呢我们发现到在一千四百万的选民当中 有百分之四十其实是三十五岁以下的选民 学者这个外国学者其实过去一直对马来西亚跟啊就是东南亚一带的政治 是很有研究的那他这一次也紧跟我们的大选那他做了一些比较 就是我们这一些选民那如果我们看二十一岁到四十岁的选民呢 基本上如果相对于他们就是国政的支持率是比较低的 如果我们看这个数据的话 国政尤其如果我们看二零一三年华裔年轻选民的支持率的话 嗯哈哈哈哈 这真是反风一片吹 但是就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课题到底是不是年轻人 所以他们就反 因为过去呢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跟我讲一些啊年轻人 他们不用本的啦他们不用想的啦他们只要看 这些我们之后都会再啊讨论一下 就是你们两二位啊或者是阵容有什么看法 那不过我想先跟大家就是可能请三位呢 先来分享一下这一次你们在这个大选是怎么样 就是以怎么样的身份去参与这个大选 可能就请郑荣先开始好吗 事实上我在之前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朋友就问我 我们怎么去看这一次大选 我们应该怎么去呼吁更多人呢去支持这个大选 当时就有投票联盟那时候就很兴盛 所以我就看到我一位学长就写了写一篇文章 刚巧然后新州又要去我写类似的文章 然后我就看了文章然后我就想哎我就把它变成我自己 哎怎么去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想呃我们年轻人呢或者我们青年人呢 在在这个这个大选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是为我们的下一代呢 或者为我们的未来呢去这国家去建设的话 呃我们是需要站出来的 如果今天投废票呢 他能够改变整个格局的话呢 呃 那可也许会可以改变格局的话 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 投废票那本身呢 他他只能够一时让人看到他的不满 可是事实上当执政或者我们不满的那个政党呢 他还是还是一样会去去执政的 所以呢我们在在佛教里面呢就讲一句就是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不忍众生苦呢 他不只是一个比较偏向就是呃所谓的慈悲 他不忍众生苦呢 包括我们也不忍这个国家的苦 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众生之一 我们也是国家的殖民 所以当我们觉得呃国家需要呃更多的改革的时候呢 我们身为这个殖民呢 我们就必须要站出来 哦所以阵容这一次你会是比较多是就是请大家出来投票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对吧 要改朝换代要打要打败腐败呢 要要怎样都好一定要投票 不投票的话你怎样都很难去去改变这个格局的 嗯好投票好过投非票对吧 那那庄民呢你这一次在大选当中又有一 又是怎么样去参与这一次的第十四届大选 那这次大选呢其实我是手头卓 哦 嗯 但是很可惜的我不能够自己亲自去投票 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的话这一次我已经登记成为邮寄选民 那当然在呃 整个竞选期间包括投票日的时候我们媒体都需要工作 嗯所以的话其实呃我觉得从媒体的角度 媒体这份工作呃真的是可以给了我很多的视野 嗯 那我可以比比起其他的可能普通的人民或者是选民来说 可以看到执政党可以看到呃反对党 两边议呃呃的很多面很多面 所以包括如果我是在我的选区采访的话 那么我还可以跟到可能我选区的候选人啊 不管是国政一党还是反对党还是希望联盟 嗯那在这一次的大选呢呃主要还是工作 嗯所以的话我自己的话其实有很多朋友也是有来问我 因为他就会说你们记者应该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嗯就觉得其实这真的是的 普通上就是一般上大家就觉得 诶你在新闻啊你在新闻媒体啊 人家就觉得你要嘛你知道什么内容 要嘛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这样子 但这也是你第一次呃就是第一次跑大选吧 对对对第一次采访大选 那之前有采访过不选大港不选 嗯 所以的话这次呃主要如果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我的同学他们如果来咨询我 这一届大选应该怎么投票的话 基本上我不会太 认为你应该要投哪一边 最重要是你出来投票 嗯 不管你投国政投西门或者投伊党 我觉得都没有对错 嗯 最重要是你要出来投票要为国家的未来做出选择 嗯 好 那卢卡斯呢 嗯 你呢 你这个在籍大学生是如何参与这一次的大选 其实我我的参与就是在网上做网络 视频 键盘虾 哈哈哈 有啦呃我做我主要是做视频 然后我有做两个不同的节目 嗯 一个就是新闻报报看 那如果没有看过可以去看 新闻报报看呃就是爆炸的爆 那这个东西是主要是把政治娱乐化 嗯 把政治娱乐化以此来让更多的人对政治有兴趣 尤其是年轻一代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自己的个人专业 是拿去做一些论述的平民化 嗯 就是把一些可能学者论述啊 或者是一些我以前在书上看过的东西 把它用很简单的话语 然后把它拍成一分钟或两分钟视频 啊 就是一个是政治娱乐化 一个是论述平民化 那这这些都是通过 呃video去呈现 就希望呃 大家可以拜我的立场 然后跟我一起改朝换代这样子 所以讲到改朝换代 你自己现在呃 你其实你还有去呃 你自己其实你的政治立场也是蛮明确的 是吗 嗯 就公开的表态 你可以就大概讲一下说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方式去做 甚至去呃上UBA TV啊 这些对于你来讲说 在一起大学生会不会造成一点一定的困扰还是怎么样的 OK呃 首先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最重要的原因是 嗯 呃我必须先澄清 嗯 人是可以中立且有立场 就是你是中立客观理性 你去分析完之后你选择一个立场去走 而你认为这个立场 或者是这条路 能够帮助你的国家 那你就当然是更希望有更多人跟你一起走这条路 嗯 那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那至于会不会 好像对我有危险还是有困扰 我觉得 我觉得多少都是有啊 所以不要来搞我啊我觉得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子吧 嗯我们也希望你 嗯没有人来搞你 不过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会有这种 呃就是想法说去做这些视频啊 让政治娱乐化 是不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一样的年轻人 其实对政治是有一定的冷感度在的 呃我我只可以讲 我身边的朋友有一些是这样 但也有不是这样的人 那呃 问我多不多 其实我很难判断 嗯 真的是很难判断 因为我没有什么朋友 呵呵呵呵 这个真的就没有 就是我 那应该说你辩论对的关系 哦如果是辩论对的话 那他们都是非常关心政治的一群 但是如果是在 呃跟我很像同年龄 或者是 不是同年龄 呃同学的话 我我不是很清楚 说真的 嗯 但是但是你想要让更多人去理解 不是因为说 诶你已经看到真的有人 或者是你的同龄 同年龄的人 其实需要我们去把这一些 政治议题简化啊 或者是把它弄得更 平民普罗大众一点 你你没有看到这种契机吗 我觉得要 我身边的朋友 如果是大学生的话 他们不需要你把论述简单化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聪明 但是 嗯 我不会讲他们是人感 但是他们是很 give and take 很功利 嗯 大学生可能会比较功利 他们会觉得说 哦功利 对 他们不是人感 只是功利 我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你要真的是提出利益 让他们知道改造化 那利益在哪里 这样子 那 庄敏你怎么看呢 你身边的人 你也算是90后吗 你身边的人 对政治是不是有一定的冷感度在 呃 因为刚好我的年龄层在上一届大选 就是505大选的时候 我们刚好那一年是21岁 嗯 但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没有过生日 对 所以也来不及登记选民 嗯 所以其实从上一届大选呢 我们就 呃 已经 算是在 因为上一届大选就 感觉上蛮有可能 可以改造换代 嗯 所以那一个时候 哇 的确是 尤其是华人 是非常的热血的 那 因为上一次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投票 所以这一次 呃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都有去登记选民 除了 大部分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啊 因为我是来自新山 对 那我有很多在新加坡工作 或者读书的朋友 都没有登记选民 这个是我发现到 可能我跟我朋友之间 我们的朋友区里面 比较有比较大的一个分别 其实我觉得 会不会跟卢卡斯刚才提到的 这个 其实不是冷感 而是功利 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益处 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就可能我更努力的工作 对我来讲 还更实际一些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在新加坡工作 或者是念书以后 你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归属感 会越减越低 嗯 那么你也会对你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公民责任 那个责任感也会越来越小 所以的话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但是呃 我身边的朋友其实反的是在呃 选委会宣布提名日和投票日以后 嗯 每个人跑来问我 我们还来得及登记选民吗 来不及了 对那时候其实已经太迟了 嗯太迟了 嗯 我自己的朋友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不算是政治冷感 而是觉得政治太难懂 嗯 他们甚至还有一些可能不了解 已经不知道名列已经瓦解 或者分不清一党和公正党 不了解不 就好像之前有一些媒体有去做一些街坊啊 有些年轻选民 呃 火箭当然火箭算是众所周知的这个标志 但是可能蓝眼这个公正党啊 伊党的这个标志 嗯 就还不是很多华裔选民会很清楚 或者甚至还会有点混淆 嗯 那可能觉得政治太难懂 加上觉得时事新闻太过闷 嗯 所以嗯 或者是一些政策的东西 或者也像卢卡斯说的 对他们没有那种利益关系 所以就不太关系 嗯 呃 很快的 我们就有网民的问题了 让我们来看看网民的问题 请问卢卡斯 你认为政府承认同考后 会不会影响国中生生国立大学的机会 因为承认同考后 国中生就多了一个竞争者 哇 嗯 嗯 我呃 我是这样觉得啦 嗯 呃 首先 因为这个 这个西蒙的宣言 在草文承认同考这一块当中 他并没有 详细的跟你讲 他的承认是 像你讲的这样 可是我 我不是政策的决定者 我很难跟你做判断 但是我会觉得说 教育 有竞争是一件好事啦 啊 就是真的是这样嘛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不要竞争的话 这样很简单 就 就 你不要竞争的话 教育就是 啊 就是很像 这个 故打字这样子 嗯 啊 他的成绩可能就很差 就可以进去 这样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局面 对啊 有竞争自然会提升整个素质 还有什么的 嗯 小敏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关于这个 因为你也是独中生 对 我也是独中生 嗯 呃 的确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有提出 就是可能马来选民或者是马来人 他们会担心 如果 政府成人同考的话 那么 他们在国立大学就会有另外一批的竞争者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担忧 并不是 呃 是很正常的 对马来人来说 但是我觉得 受教育的马来人会 或者是说现在年轻的马来人会越来越多 那么他们的想法不完全会是这样 比较老旧的一个想法 嗯 那 从他们呃 可能接触同考生 或者是他们 除了社会自己身边的朋友是独中生 以后他们对独中生的那种误解也会减少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担忧 可能会越来越小 或者越来越少马来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正常你怎么看呢 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呃 我们承认从同考让独中生进去呢 上就好像呃 呃 那个壮明所说的呃 呃 我们这个整个已经开始在全球化的时候 嗯 包括我们很多资讯都在在接受的时候 像今天呢 不管是在华族也好 在卖族也好 他们看的是整个一个全民的一个发展 可能在以前的时代 可能嗯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到 需要到政府的那个资助 所以其实今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那种竞争者 全球的全球化的时候呢 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个局面 嗯 所以我觉得呃 今天 当我们再发展下去呢 呃 不管是开放同考也好 开放那个整个 没有固大之也好 这个是一个一个需要一个全球的竞争的一个现象 嗯 是 ok 这样其实三位都是觉得 这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it's like a non-starter issue 嗯 ok 这样子 我反而是想要问的一点是 呃 这种你自己在你的 就是你参与马佛经的工作当中 其实也是 呃 有接触到很多的年轻人 那在你的这个团体里面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对政治会关注嘛 尤其在加了佛教这一块下去 这个元素下去的话 事实上 不管他是不是宗教徒 在买下 嗯 他就好像开大分析的 会冷感的就是会冷感 不会冷感的就不会冷感 也不因为 可能你是一个宗教徒的话 你就会比较比较弱 所以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想办法呢 就从怎样从宗教这一块呢 去去参与 去参与整个国家的那个发展进程 嗯 所以很多时候 呃 我们也发现到就是 呃 佛教徒本身呢 尤其佛教徒本身在参与整个国家进程 或者参与政治呢 是呃 我们也是可以用冷感 或者 比较不在乎 要觉得呃 呃 人一种性格认为佛教徒是比较虽然 所以当呃 尤其这几年的时候呢 我当我在写一些文章 或者是看一些想法的时候 或者在分享的时候 都尽量一鼓吹就是 佛教徒必须参与国家的发展进程 佛教徒必须关心国家的政治 我甚至我记得有一次呃 我送一位法师去去去去那个机场的时候 那位法师就告诉我说 他说呃 我们法师是要以我们的身份呢 不合适去呃 去论证或者去参政 可是你们年轻人呢 年轻人有机会呢 去呃 有机会呢 去去参政 所以我从从这边 我就激发了我 所以说呃 佛教徒也应该去参 如果你有兴趣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你也应该去参政 我们不只是关心这个政治而已 所以我觉得呃呃 呃 关心政治这一块呢 呃 我们可以从很多层面去去做 所以我们佛教徒这边呢 尤其是大马佛教徒这边 所以我们马父亲一直鼓吹 佛教徒本身 一定要关心国家的发展 一定要关心政治 如果你有能力去从政吧 不管你在哪个政党 嗯 这个蛮有趣的 其实因为 为什么会讲说 一直围绕在这个年轻人 到底关不关心政治 其实呃 去年我们一直看到很多数据 都在说 多数没有投 就是还没有登记成为选民的人 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其实有整四百万人里面 大概有十七八仙 是还没有投 就是还没有注册的 这个年轻人占了 对啊 大概两百万 那不是十七八仙 十七八仙是总 我们总选民册里面的那个人口 所以其实有蛮多人是还没有登记 而且其中都是年轻人 所以大家就会从这个数据去关注 到底我们马来西亚的年轻人 是不是对政治冷感 或是觉得他们那一张票是没有用的 那我也不需要去投票了 可是关于这一点我是想过去以来之后我们之六十年以来 这整个大选的时候年轻人的那个那个注册 登记为选民的那个那个数据是否都是有 一直都很低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是吗 因为我没有这个数据 我倒没有历史数据 只是有最新的数据是显示年轻人都没有登记 然后他们也说 就是有一些团体 因为他们都在一直去做这个选民注册的工作 他们说一个月其实只可以注册到两千人左右 其实是属于蛮少的 所以就是可能从这个现象很多人就把它解读为 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其实属于就是对政治比较冷感 可能我不知道我原本是希望说 可能你们知道是大家觉得 我的这张选票其实我等不等 我注不注册成为选民都没有太大的用处 所以也不去做这个事情 的确也是有一些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不管是投哪一个政党 国阵或者是西蒙他们执政以后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是我自己发现到的是 我自己根据我所读到的一些新闻 大多数马来选民他们到了21岁的时候 他们都会知道他们需要去登记选民 他们需要投票式履行他们的公民责任 反而是大多数没有去登记选民的会是华裔 那么当然反对党他们会比较希望 可以争取到的是华裔选民或者是他们会很努力的去协助华裔选民 去登记 那因为之后因为政党他们被禁止 就是进行新选民的登记 所以也会让很多选民越来越不积极 因为他们需要自己去到这个邮政局自己去登记 而不是在那个可能反对党的一些柜台 他们在巴山马拉里办一些柜台 能够帮忙登记选民 那我自己的朋友好像我刚才有提到我新加坡 在新加坡工作啊 读书的朋友他们没有 登记的原因是他们说周末回来的时候 邮政局都没有开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或者是因为觉得很累 有时他们从新加坡要奔波的话 那有时可能不是晚上的时候才回去 可能白天就要回去了 那我们柔佛是周五周六周末 礼拜天邮政局是有开的 可是有时又赶着回去 其实是有各种理由啦 是是的确是 当你觉得它不重要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做 它不是你的priority 那其实讲到这边的话 卢卡斯可以从你那边来了解一下 你觉得年轻人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年轻人的诉求是什么 我觉得 或者年轻选民的诉求是什么 我觉得就 不会差太远吧 年轻人的诉求跟 一般的选民的诉求 我觉得都是相近的 都是说要更好的经济 更公平的制度 更连结的国家 如果你真的问我 有什么具体区别 可能是 年轻人会喜欢 林冠林给他们钱去办e-sport 就是给他们去打电动 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会有一些 具体政策的区别 可是在大方向跟大原则上 不会有太大区别 你是gamer吗? 你自己是gamer吗? 你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本地大学生 如果你是说很像族群跟族群之间的话 当然就是华裔是 进大学的比例跟机率都是比较小的 尤其是当有助同胞有更多的 然后matricula c 占了90%都是有助同胞的时候 他可以很轻易的就进大学 那我其实就是那个少数的10% 所以我是受益者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 以整体来讲 怀疑同胞或者是其他的少数族群的同胞 的确还是没有受到公平待遇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 我们的大学有那个大转法令的存在 那大转法令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剥夺学生自治的空间跟自由 那你问我这个重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啦 就是它是很像让大学生 能够决定自己校园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 但是我们的大学很喜欢把 大学生当作是中学生来对待 你每个都是超龄的中学生这样子 乖乖吃饭乖乖去读书 这样子 我觉得是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让我们的 公民社会少了一股学生的力量 也就是所谓的学运 这大转法令 所以你刚刚一直问我这个政治冷感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最大最大阻碍可能就是大转法令 对 导致这个公民这个学运 学生权力的 学生运动的丧失 就这样 所以你自己也是没有感受到 就是 自己的声音会被听见吗 甚至在校园里面 在校园里面吗 在校园里面当然啦 没有 自己会理你哦 这不可能会理你啊 你知道吗 不管你 甚至是你都不可以 你拿着那个speaker在那边讲话 都已经在大转法令下禁止 你不可以讨论政治 参与政治 带任何政治的东西进来 当然 自政党就可以啦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ruth 让大学生 就是你要乖乖变成中学生 这样哦 你只是换一个环境的中学生 我觉得很不好啊 嗯 嗯 这样庄敏呢 你自己看呢 年轻人的诉求是什么 马来西亚年轻选民的诉求是什么 嗯 如果是说我自己个人的话 就像刚刚卢卡斯有说的 其实是我觉得现在国家的制度 是需要很多的改革的 所以的话我自己其实是 因为我们已经独立61年 从来都没有进行过政党轮替 嗯 所以我自己是希望国家可以经历一次的政党轮替 那么 可以针对现在的一些制度进行一些改革 嗯 那如果 政党轮替以后 那国家再上来做政府的话 那制度已经改革了 他们再上来做政府已经是不同的一个制度 嗯 所以的话我自己会比较着重在 呃 这一块 政党轮替这个议题吗 我希望呃 换了 就是有一个新政府的话会有一些新气象 就是针对 这个制度做一些改革 会完全是不同的做法 不然 比如说一些孤打制啊 呃 或者是呃 甚至一些原住金啊 那如果当今政府再继续的话 那么这些东西是永远都还在的 那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嗯 呃 不同的方式 或者是甚至种族政治 我个人不太不太支持 所以我也希望种族政治可以在 我们的国家扮演的角色其实会越来越小 嗯 可是呃 当然对比了国阵和这个西蒙的这个竞选宣言 我们可以得到的 从这个年轻选民得到的那个回响是完全不同的 嗯 就好像 其实我还蛮压抑说 国阵的这个竞选宣言呃 其实是包括了协助青年结婚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大家都有一点傻眼 可是我觉得他会提出 我当时觉得他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或者是一个政策的话 他一定是呃 就这可能在我们的马来年轻朋友当中就是一个议题 那他觉得说我帮你解决了你的生活上面这个很大的问题 你的票一定是我的 可是我就还蛮压抑说 其实是有 就好像刚刚我们提的马来选民 嗯 其实有很多马来选民都被这样的一个竞选宣言所吸引 土团也有 对 那么呃 你是说的土团也有的意思是 土团也有要给结婚的那个奖励 对 所以为什么两个 为什么我们的执政党和反对党他们都认为 这样是一个可以吸引到选民的方式 可能对我们华裔选民来说 呃 这样的一个竞选宣言或这样的政策的那个吸引力 其实是还好 但是既然还会有呃可能一些马来选民听到以后感动落泪啊 因为有很多的马来选民呃可能会比较早婚比起华裔 那他们一旦结婚就会欠下很多的债务 因为一人一成人只有一次嘛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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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马来人可能他们的消费模式和华人会比较不同 嗯 嗯我自己呃也有买朋友是他可以呃 就是用信用卡做installment 分期付款买很多东西 那每个月还很多installment 的那种可是他过着很奢侈的生活 但是他的收入其实是不成正比的 跟他的 对入部付出 对入部付出 所以或许这就是因为文化上的一些不同 嗯 所以的话这样的政策反而可以吸引到选民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不知道啊 华人有分子钱收是吧 马来人没有是吧 所以所以还需要政府付出 分子钱 就是说那个红包 是说那个红包 是吗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马来人结婚有没有红包 马来人结婚是有半流水席 对对对对 他们也会有一些这样子 是吗 但是送礼物比较多 也可以送礼 有没有红包是吗 但是华人这个也是比较病态的一个 就是你是自己付钱去吃这一餐喜酒的 也是也是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当然当然 我觉得可能他就是了解了 就是选民要的是什么 在马来选民这一块 我觉得马来选民的诉求 毕竟跟我们华人选民的诉求 真的很不一样 那刚才你讲到这个政党 这个什么政党轮替嘛 对吗 这个可能阵容就可以 我就很雀跃了 因为可能我们就会有今晚的火花了 阵容就写了一篇稿对吧 就是说政党轮替 有比政党轮替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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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 我不是要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is 有比改造 是 你看我在写的那句句的时候 我认同政党轮替 可是我把我国家的未来 我更重视我国家的未来是否放在第一位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政党轮替呢 我们就是盲目的只看 看一个 我不是说 我不支持 我还是很清楚的 要告诉大家 我是支持政党轮替 可是 我不认同 我们只盲目的去 就是 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私下聊的时候 你用渔民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就想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去渔民 让更多人来相信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就 大家不看其他的 就只看 大局 就看两限制 然后只要我们就是改就对了 改就对 换就对了 不管他是什么 什么烂人也好 什么人进来就是可以的 其实我觉得 你的那个里面 你有一个论述就是 其实你要讲的就是 选党不选人的这个论述 对吧 你不认同 你在看清楚 我在选党不选人的时候 我是说 我不认同绝对的选党不选人 对对对 我们选党的时候 我们也告诉那个党 我支持你 不代表说你可以随便拉一个人 一个路人加以兵丁 你让你抓进来 也可以做你的那个候选人 我们需要你 因为我们需要你来改变这个国家 我们需要你去改革 可是 当要政党轮替的时候 你本身也要准备好 我们十年了 我们给你十年 你要准备 你不能十年后还是告诉我们说 你选我们就对了 你选我们就对了 然后就可以改 就是政党轮替就是两限制了 可是在我们选你政党轮替 两限制 你也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你不能随便随便就让我们说 你来选我 所以很多时候就变成我好一些 完全支持政党轮替的 完全 完全就相信两限制的 他就认为我说 我实际上我在写的任何贴文 任何的文章 我都没有写过 我是支持选人不选党 这五个字的 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回应 一定是觉得我在说选人不选党 我也没有说过 所以说 有什么比政党轮替更重要的 可能他们又认为我说 我不支持政党轮替 可是你在看我最后 当我写完最后一句的时候 我是支持政党轮替 可是我更重视的时候 我的国家的未来是否放在第一位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 因为选党不选人这个 你自己也有一些说法吧 我没有看过他的文章 可是 没有 就单单从他现在讲的来这样子 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说法 他讲的 原则上赞同选党不选人是吧 就是大多数情况 我确认吧 我是赞同选 因为在你要政党轮替的时候 包括马来西亚今天的制度的时候 选党不选人是唯一 不是唯一 就是比较可以去实行这两限制 或者政党轮替的 可是选党不选人的前提以下 我们也要去监督我们这个选党不选人 没有所谓的东西是绝对的 如果我们谈所有东西的发生 它都有很多层面 不是只有黑和白而已 中间也不可能只有灰色 可能还有红尘黄绿 蓝电子等等这些东西 可是今天我们的看法 今天想法就是 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敌就是我 不是是就是非罢了 可能他没想到中间还有很多模糊地带 怎么去再调整这样子 其实我认同他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没有冲突的 那我自己 我觉得也是因为最近可能发生了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都有发生一些可能 临政换降啊 因为各种旅游临政换降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有一些政党所做的一些安排 或者他们所放的候选人的确也有一些问题 或者甚至是不尊重选民的意愿 也不尊重继承的意愿 那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如果我是那位选民或者我是那位继承 我也未必会支持反对党的候选人 我觉得如果是如果是在一个情况下是 两名有我觉得年轻人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熟悉 他们两边的候选人 所以他们才选党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要去认识他们的候选人 所以才会有选党不选人这种比较方便的一个概念 我补充一点啊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在于 马来西亚的政党你派候选人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由上至下的领选机制 而不是由下至上的领选机制 如果你看像在美国的话 他就是由各个地方的人去选上去 所以你看Donald Trump 哪怕他不是什么高层 他从甚至以前连共和党的这个党龄都没有什么的存在的时候 他也可以由下至上的 因为通过电视媒体的宣传怎么样都好 民调调查怎么样都好 他就可以上去就是作为共和党的参选人参选 可是在马来西亚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况 马来西亚是由上至下 为什么由上至下 我们没有由下至上 这在于马来西亚有 怎么讲就是 呃 无论是 我们的政治环境不成熟 乃至于就是会有青蛙或者是 就是所谓的政治青蛙 是 在霹雳之后有发生过 或者是说 呃 呃 呃 就是候选人跟中央的对抗 很像陈胜 陈胜 嗯 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以至于 在马来西亚这个 不成熟的政治环境体系里 他一定是由上至下的领选 那 你问我 这个 我们这样也看我们当然是可以去责怪 你怎么由上至下 你怎么由上至下 但是你也要明白 为什么还要由上至下 他一定有他的苦衷跟理由 那 你要不要改变这个局面 如果你要的话 你就需要 重新的打破政治环境 就是 比方讲我们可以杜绝 不让政治青蛙出现 或者是有其他的整个制度的改变 更好的保障政治资源的分配以及生存 那我们就可以由下至上的领选 到时候会是一个更好的局面 所以 要一步一步走 那其实据我了解 有一些政党 比如说像公政党 嗯 他们其实是由下至上 但这个是 呃 对 他们其实是从基层 对 他们需要 对 一层一层上去 但是 最终的候选人的名单 还是要由中央来点头 我觉得那个就是由上至下 只是推荐啦 对 但是 就好像 可能是在执政 所以有一些人没有得好上阵啦 可是 比如说在执政党 执政党方面的话 呃 当然 呃 有一些比较 历史悠久的政党 那么他们有一些派系 之争的话 那么 即使是基层要的人 那如果是 可能 党主席 或者是总会长不要的人 那最后这个人还是 没有办法出现的 对 对 但是其实虽然他们 很多政党都说 欸我们的这个领选机制 我们是从下至上 可能好像在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 呃 比如说像佳颖 嗯 这个佳颖 呃他们的基层都说 他们所提成的名字 属役的人 对他们属役的人 他们提成去中央的名字 其实是呃 忘解 嗯 那为什么最后出现的候选人 是他们基层完全没有提成过的名字呢 嗯 所以的话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 就是 佳颖那边的基层或那边的选民 他们到底要怎么去选 如果他们认为是一个 没有在这边没有在这个选区服务过的人 所以 从这边我们也看到 当我们是盲目的崇拜 或者完全绝对的选党不选人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问题 党义来你来 党制来你来 所以我一直在问 党义也是人啊 党制也是人见的 所以当我们选怎样人进去的时候 今天我们说 呃 我们是要选一个比较能够包容全民的那个政党 当某一个人 他是以麻人优先的 有一天他成为那一个 那一个领导人的时候 那个党义和党制又哪里呢 当我们选择党的时候 他就是变成那一个 他就随着他的领导层了 所以今天马来西亚就像我们每个在谈 马来西亚的整个政治 包括政党的那一个 他还不过成熟到就是 而游下而上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很小心 所以今天我们尽管选党 可是我们要让那个政党知道 今天我选你 你不能真的是不能 随便派一个路人家也比定出来 你要让 我们要改朝换代 可是我要救的是我的国家 不是为了让你达到你的政治利益 嗯 其实我现在突然延伸到 我想到一个问题是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 其实我反而是觉得 这一届的这个候选人的风波 其实跟上一届比起来算是还好而已 我觉得这是我是有看到一个逐渐在一个进程 我觉得我有看到一个进程 那个风波 因为其实我之前访问一个蛮资深的政治领袖 他就跟我讲 这种风波在大选的时候是必然的 这种候选人临政的时候换人还是怎么样 然后他就讲他的评论是对于公正党而言就更难 因为他们家的大家长在牢里 他没有办法好摸头 所以就更难去平息 所以那个风波最后才会闹到台面上去 我觉得政治可能他有其他的因素 我们可能可以很理想的从框架上面来讲 或者是我们要去改变那个体制 或者希望他可以渐渐的改善 我个人是看到很多东西是改善的 尤其是从2008年一路走来到今天 当然可是这一种到底他是往哪一个方向去 因为你刚才也有提到 如果一个政党他是种族意识非常强烈的 政党领袖 政党领袖吗 其实你说到破的话 西蒙或者是国阵 这两股阵营 其实他摆出来的formula是差不多一样的 土团党等于国阵里面的五头 公正党可能也有等于 就是他摆出来的其实也是 我觉得可能就整体的一个政治环境就是如此 选民可能我们要走到 因为我们可以放下这个种族政治 可能还有一段路 对对对 可能还有一段路 可能真的就要靠我们的年轻人 看他们怎么样来去推动这个进程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 这一边有一个问题蛮有趣的 我想问一下大家 有一个观众他叫Wank Lee 他说我明白年轻人为何可以支持西蒙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五一三事件 没有历史包袱 所以在做决定时 可以政党的以国为本 而决定一个政党 但是有年纪的人 是否真的能够接受敦马 其实我今天也是很想跟两位来了解一下 你们怎么看马哈迪这个人 这个问题有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有问题 因为 可是很多人都会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问的 很多人他们在看年轻人的这一些反应的时候 他们都会讲 因为年轻人没有政治包袱 他们不知道五一三是什么 就很笼统的 当你长期在这个被恐吓的政治文化下 你经过了这一些恐吓文化之后 这是一个很自 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所以当我听到老一辈的人讲 你们不懂事 你们不知道 你们没有经历过这些 所以你们不怕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 对这样子的东西有什么回应 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有听说过吧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这样的 我们两个年龄层 是从课本认识 马哈迪 嗯 所以的话我们 对对对 其实你们的课本里面的马哈迪是怎样的 因为他是在跟我们讲 首相的丰功危机啊 对对对 所以的话当然都是很正面的 如果要知道 历任首相 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 他过去的一些公语过的话 当然我们要 去读过一些历史资料 但是 课本作为教材的话都是很正面的 所以首先我们是从课本来认识马哈迪 所以基本上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所以的话我们认识马哈迪 主要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长辈如何跟我们讲述这个人 那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的话我对马哈迪是无感的 就是我 可能我不喜欢他 但是我无法讨厌他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 包括我们看土团党现在的党员 很多人都是年轻的党员 所以这是很很很很很惊讶 因为他党员是年轻的 他们就说他们是后马迪时代的 所以他们没有经历过马迪那种铁碗政策底下的那些 所以他们一生出来就看到整个国家双峰塔 看到一切都是马迪的那个丰功危机 是 可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特质 我们的 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层对他的那种认知就是这样子 除非我们经历过他那个时代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亲人 有 会是他 可能他霸权以下 那种高压手段的受害者 我们才会有 对他可能会有讨厌的感觉 你说老年人 可是 对我而言 我在 包括我的朋友群 包括脸书里面 只要他们是 认同西蒙的 管他是马迪好 管他是谁的好 甚至他们会说 我说要小心 这个时候他们会说 你看马迪 哭那个眼泪 可是有人说可能恶于眼泪 可是对他们来说 他是很认真 一个93岁的老人家 还出来 所以他们是 然后他们甚至会问我 你不觉得会改变的吗 然后我心想 有些东西是一些性格是性格 可是我不是说马迪不会改变 我是说 有些人的性格可能就是这样子 甚至说 会改变变好 也有改变会变更差的 所以 当一个人很盲目去相信那东西的时候 所以你看你说的老人人 可能是我觉得是 可是更老更老 我所认识可能40多岁 或50多岁 或者甚至60多岁的 他们都会觉得 只要是 只要是希盟的 不管谁加入 今天马迪突然就已经成为英雄了 他已经成为一个英雄 他已经过去 甚至我看到一句话 我们不是为了纠结过去 而是为了未来 可是我对我来讲 如果我们不去看过去的话 你怎样去投选你的未来 如果你过去不看 这样你还要改变来干嘛 所以 就不需要改变 你不看过去 不看历史的话 你就OK 为什么还要改变 都很好 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去 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是怎样 我们现在是怎样 所以我们要去改变 所以 我觉得这个也要看每个人 那个人对敦马的那种观感 才有办法去看 他能不能够接受 马哈迪在这个反对当里面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想法 都是没有冲突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 对敦马的观感都会不同 我觉得马哈迪的造神 其实绝对不是 从你们那个年代才开始 甚至在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80年代的人 我们就一直在看着 见证着KLCC 或者是Sepang 这些东西 一直在起来 老师说我是进入大专 我才看到他是怎样的 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很好 甚至我朋友 我进入大专 我刚认识一些朋友 他说你不要相信他 我们拿 他实际是我们的手下 你懂他怎样对待我们 我怎样看都看不出 我说你怎么在讲这样子的东西 我以前读的不是这样 后来慢慢慢慢接触 那时候我进入大专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大专神他们被抓等等 这些东西 慢慢才去了解 原来我们的政府是怎样的 知道我们看不到 他的那个 所以很多东西 真的我们教科书就要来说 教科书不只是影响他们这一代 我觉得我那一代也被影响的 只是我们要看我们 我们视野就是要怎样放开 放大或接触不同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更多东西 所以 卢卡斯你怎么看马哈迪这个人 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 他会觉得年轻人不懂马哈迪 对对对 我不知道所有的年轻人是怎样 但是我自己的话 我之前在这个全国华语大专编论赛里面 我打过一个题目 我打的题目是马哈迪的过大与公 就是他就哪怕带领西蒙圣选他的过还是大与公 那我自己是读完很多的就是马哈迪所做的事情 还是怎么样都好 我是能够理解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是 老人家会不会笑我 懂个屁啊 可是我是认真的觉得齁 其实很多人也是在家里看看新闻 是跟我现在读资料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我是觉得啦 但是你可以 这样子 我是觉得说马哈迪这件事情是 不应该用这种 就是有一点点以老卖老的态度去觉得说 年轻人你没有经历过你就不要跟我讨论这种 我会觉得对我来讲是很不准重 而且是有点低估年轻人的 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懂 只不过年轻人是觉得说 呃他背后会 依然会想要改造换代的原因 就是我们刚才讲前面讲的东西 嗯 呃 而且如果是我的话 我真正认识马哈迪是在采访的时候 嗯 那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 呃 其实马哈迪是一个我们很难去预料他 会说什么 或者会怎么回答我们问题的一个受访者 一个新闻人物 那他 一讲就讲很久 我们一起去采访 对对对对 那我们时常去采访马哈迪的时候 不管我们在你多少的问题 可能尝试要给他一些陷阱跳啊 或者是拐弯抹角 用很多种方式就是要去问他 或者用很尖锐的方式要去问他问题 他的答案总是会令你觉得 哦 败给你的那种感觉 那可是我自己 我的前辈他们的话 他们都说 其实马哈迪从头到尾 他都 他的人都没有改变过 就是他对事情的一些原则 他的那种马来人的思维 就认为我们政府应该要扶持马来人 这种思维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 呃 其实他的 可是我们媒体的话 我们其实很多是比较佩服这个 这个老人家 到了93岁 他还是思维上那么清晰 体力上 健康上 就好像他在 其实我们访问的时候 他也是有说 他一定要 即使已经到了这个年龄 他都一定要可以思考 可以说话 可以吃可以睡 嗯 还是可以 整个人都很像很清晰 这样子 他才有办法去达成他的目标 所以 如果你看安患然 他本身 他写一次在心中写一篇文章 他说 这个老人家 读书比我们多 学识比我们多 心思比我们密 那有可能会受我们影响 他这样子写 所以 他就说 可能他背后 这是他这样子写 可是这个让我们去采策 对我而言 就是说 可能他说 他是他背后的他的一个议程 可能是我们还不知道还是这样 我只是觉得他很多原则 其实是没有改变 他整个人的性格 或者他怎么样去看待一个课题 或者看待我们国家的这个种族 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只是他接触了不同的人以后 那他input的东西就会不同 或者是他自己可以开始 比较可以接受其他的想法 多过他原本 他所秉持的一些原则 其实我不知道 我觉得卢卡斯 你是公开支持西蒙的吗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 马哈迪这个因素 其实不太重要的吗 你会 就是你能够采纳他们的论述 就是所谓的这个 马哈迪 其实是可以被牵制的 如果他们做到政府之后 因为的确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讲法 你现在问任何一个西蒙领袖 他们就会告诉你 今天的马哈迪他所掌握的政权 跟当年他所掌握的政权 是两回事 从华人的 从华人的角度 从华人的角度来讲 你问我 马哈迪是不是一个负资产 对吧 我觉得 我觉得的确啦 多多少少肯定是一个负资产 从华人的角度 但是在马哈迪的角度 他可能是很好的资产 对 以至于这个效应抵消之下 我们觉得 哎 放马哈迪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那你问我 他能不能够被制衡 我不敢跟你做担保 但是你从权力框架上来看的话 的确就是跟以前的国阵不太一样 嗯 但是我的个人看法是 哪怕他变成国阵2.0 那要让国阵1.0跟国阵2.0 互相去竞争 互相接丑闻 互相去抓以前的贪官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你还是可以接受所谓的国阵2.0 就算他们是国阵2.0 坦白讲啊 坦白讲啊 四六金城党是什么 1946年 什么是1946年 巫统诞生的年份 对对 本来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找巫统的替代品 那你现在从四六金城党换成土团党 嗯 而且还是从一个伊斯兰 就是原本的伊斯兰党 换成土团党 我觉得反而是 你应该觉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嗯 伊斯兰党是更大的威胁 坦白讲 但是没有办法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环境当中 嗯 当双方都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 因为需要给这个马来人安全感 才能够获得选票的时候 你还是必须靠一个土团党出现 但是至少你选了改朝换代之后 你可以有两限制 两个不同的果证去互平 我觉得是更好 嗯 OK 现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网名 这个网名叫 然后他说 很多人说年轻人缺乏理性论证的态度 想请问嘉宾 如果如何有效提升鼓吹理性论证 在马来西亚目前的政治环境 有可能达到吗 嗯 我觉得可以看我的这个 videos 哈哈哈哈 你还在 啊 广告 卖一只夸 不要打开玩笑 你最新的videos里面有一句我很喜欢的 哪一句哪一句 不要看而已 要记得订阅 还是什么这样子的 好啊 那个是包包看 包包看是没有理性的 哈哈哈哈 我是好个人专业的 我决定要以后百歌的视频后面都要讲 不要看而已 要记得订阅 不要白看啊 不要白看 不要白看 包包看可以玩这种 嗯 你们讲嘛 是是是是是 然后你就讲一下啦 既然你都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聪明的 坦白讲 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 没有一个是很 就是真的是不理性论证 之所以那些人会讲年轻人没有理性论证 是因为他们觉得年轻人没有理性论证 就是他们觉得哎呦你们这种小鸡血 讲那么鬼 但是其实我自己看到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很很很 坦白讲对政治是很聪明 聪明到甚至是有点功利的 那我换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要怎么才可以提升这个环境 最重要的就是你首先要有一个政治成熟的环境 你要废除大专法令哦 你要让大学生可以在 无论是在课堂 project 还是纯粹在这个 这个什么 学校的这个speaker corner 里面 你可以让他们去讨论 那第二个我觉得是互联网 互联网是最重要的 因为年轻人都上网 那我是 我不要叫你去订阅我啦 但是你可以 但是你可以自己写 就是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创造更多肯定年轻人的环境 就是不要一直去打压年轻人讲他们是小鸡血 这样子我就觉得会 会比较好一点 ok的你可以打广告啊 没问题 不用啊 不需要 你看他多不屑 是 那你们两位怎么看呢 你们觉得说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 然后够成熟吗 还是就是 有可能到达就是年轻人可以理性论证的这个环境吗 呃 其实有很多的政党啊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候选人 或者是他们的那些政治领袖 其实都越来越年轻化 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 土团党有塞沙迪 其实他塞沙迪跟我童年 你是说除了颜值之外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辩论辩论的 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我自己的话 我是到大学才真的有开始接触政治或者是阅读新闻 那在进入大学以前可以说是不问思思 所以的话我知道大学才慢慢有 因为上课的关系接触到政治 那我认为可能其实应该要提前就是让我们可以接触到公民教育 那所以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去了解政治或者读政治 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可以接收到的讯息会有一些错误 那如果要建立自己的那种政治观或者自己的思维的话 就真的是需要多阅读或者很多的input进来 关于阅读这件事情现在的年轻人的阅读习惯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尝试也尽量尝试 我才能问聊一下 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看书了吧 我们现在尝试让我们处理的新闻比较容易阅读 或者是有时候需要有一些亮点来去吸引年轻人来去阅读 对所以有时候写新闻可能要选择什么新闻头的时候 就要去想哪一个会比较有办法去吸引到年轻读者来去读 所以尽量新闻简化我们尽量在做这样的东西 新闻不要太多字太冗长 就是希望对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去阅读和笑话 你们自己也是信息的接受者 然后你们也知道说在社交媒体上面 其实有很多很不一样的讯息 假新闻也是很多 那你觉得说尤其是年轻这一代 他们是很容易被假新闻所影响吗 还是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聪明多了 卢卡斯你觉得呢 我觉得会被假新闻影响反而是老一代 为什么 哇 让鬼 你看看年轻人怎么鬼没有看过 其实也是有一种这样子的说法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 他们在WhatsApp里面很喜欢传假新闻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是说他们笨到去相信这种 而是他们宁愿去相信这种 就是他太拜新闻的账 拜到他觉得哪怕这个是假的 我也不想去理他到底是不是增加 我就是要传一些对西蒙有利的讯息 我觉得这个才是他们的信息 这个论点在505的时候就有谈起了 总之是他发出来的 我就是发出去就对了 我转发出去就对了 不一定是他 不一定是他发的总之 对对对对 不过可以谈到那个 就是说是不是理性这个东西 我觉得以现在我在最近的互动 事实上我觉得不一定是只有年轻人 包括中年人 包括只要他是 只要你跟他讲不一样的东西的话 跟他说有不一样的看法的话 我觉得他那个就可能不是很理性了 他觉得因为你跟我不一样 为什么你讲这个 甚至今天我就一直收到 就是说有人质问 我们某某理事 某某州的理事去竞选候选人 然后等等他问了一大堆问题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认同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就做一个回应就说 他去竞选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 他是竞选是为了这个设计 然后为何他去竞选的时候 他不能说他现言有的身份吗 很丢脸吗很尴尬 还是说我们不愿意让他去讲 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的阵线 所以我觉得问这个人的他不是年轻人 可是他是一个中年人 所以我不觉得那个不理性 我觉得是一样的 那个没有分年龄层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分年龄层 不分年龄层 只要是你盲目 也有理性的人 对对对 我觉得是只要盲目 我觉得那种十多二十岁或者三十岁呢 他们缺乏的只是人生的历练 不代表说他们比我们 或者比任何人 比哪一代的人更不懂 只是他们缺乏的人生的历练 可能他们很多东西他们还没接受 不过他们还可以做分析很多东西 所以说理性或者情绪化 这个是没有分年龄的对我来讲 是每一代都会有 只要你盲目的相信一样东西是对的 绝对是对的话 那个我们就很容易就会有那种情绪出来 的确是的 你看这种政党之间那种追随者的 那种吵争执啊言论啊 其实我不分年龄层 不分年龄层的 我都可以跟你吵一轮 因为我支持希盟 然后你支持国政 或者是如果你支持国政我就不屑你 类似这样子的真的很多其实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政治观会不同 因为我们每个人生长的环境都会不同 但是因为我们做媒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政治人物的很多面啊 或者是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观感 那比如说在之前有一些公正党 他们的因为候选人林郑换将啊 甚至是或者是反对党派天兵 那我也有我的Facebook朋友 我的同行 他就在上面写 他绝对不会支持这个天兵 因为他投不下手 可是他很多朋友就会留言讲 你懂什么叫大局吗 对对对 你知道我们要改杀换代吗 我也是谁吧 难道改杀换代没有这么重要吗 难道你这个候选人 因为你一时之气 全部 这样子的一个留言 可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每个人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 你不感受我也不感受你 那我可以接受你有跟我不同的想法就好啦 其实也不一定要强迫别人 接受你的想法 或者强加 把你的想法强在别人身上啊 那如果你可以了解这个道理的话 那你就可以理性点哦 是啊明天我会去另外一个谈也是类似这样 然后那个嘉宾是 投废票的联盟的其中一个 哦 所以就有某某人 就有某某人看到了 来了来了 就有某某人看到了 他就说 好啦我就因为你跟他在一起 我block你一个月 哦 哈你只是跟他去谈 就是啊 他觉得 他觉得是因为我们给他这个平台 哦哦 不要紧 我们常常请一些人也是会被骂 对对对我明白 所以我也不理会他 他是一个文人 可是我也不理会他 所以我就我没有不管啊 他写这个东西 我觉得 你完全为了改朝换代 为了政党轮替 你已经变成 把这个四个字 全部变成一个霸权的代名词了 只有你的才是对的 只有你才可以 别人就不可以了 完全不给人认为平台 我觉得 嗯 太好笑了 我自己讲一点 我觉得要 要纠正什么 要纠正这件事情 等一下有网民要我纠正你 他说是叫小学鸡不是小鸡血 哦 sorry 我不懂 其实我不懂是啥 我的错 okok不要紧来 没有我就觉得很多人会觉得 就是现在的反对党的人啊 比较 比较颠一点 比较 不理性啊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觉得其实哦 比例是一样的哦 你在执政党那边也是 肯定有这种人的嘛 然后我自己就常常被这种人攻击啊 嗯 可是 因为现在 在华人社会里面 马化支持者很少 嗯 所以这种人看起来就比较少 是是是是 白痴看起来就比较少 啊你就讲 西蒙的白痴比 这个马化的白痴 不对嘛 这个是比例的问题 其实双方都是 这种人的存在是 一定比例一定会有 就是盲目的支持者 一定会有 所以不要一直讲说 啊这个西蒙的人用这个 改朝换代来霸凌你什么什么 其实你们也有霸凌 只是你们霸凌的力道不够 人家强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不同的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各政党他们有请枪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 要分清楚 这马上 我不知道啦 我坦白讲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拿钱啊 但是我 我看到的就是哪怕是自愿的 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 嗯 就是霸 在网上霸凌的其中 可能也是自愿的 纯粹是一种 粉丝的行为 对对对 会会会有 肯定会有的 嗯嗯嗯嗯嗯 好 那其实我突然想讲一个东西哦 就在你们来看啦 因为 我比较了一下 国振或者是这个西蒙的这个宣言 或者是 国振针对年轻人的这个宣言 国振一如既往的他打发展牌 打未来 这一种哦 对 先不要先把那个 结婚的那个放在一边讲 哈哈 因为他也是讲工作机会嘛 也是讲说 培育我们未来的下一代啊 年轻人将会有什么 因为他跟上一届大选比赛 上一届大选是直接送你手机啊 送你brim啊 送你书券啊 什么的 那这一届他讲到一个更长远的一点的东西 你们觉得会打动多少年轻选民的心 国振的 嗯 国振的竞选选 首先有多少个选民去认真去读完他的宣言 对 我相信是没有的 没有啊 他有请凯 这个凯利做一个很酷的那个发布会啊 那个 然后告诉你八大青年的这个 但是没有多少华人会去判的啊 多少华一选民 对对对对 可能马来选民会比较rich的到 通过一些facebook live 这样的一些平台可能会比较rich到他们 呃 国振 不过我真的认同很多人没有去看这个竞选宣言 而且那宣言太多 这一次的他很很多 所以你看到很很杂 不过从505 那时候505我真的很认真 看待这两个的这两个宣言 而且我是专注在看宗教的 他们都是只是讲 就是拨款拨款 或者不是 就是说只是讲不了 不可能 不会实行的 所以我也 啊 雪州有破坏 雪州是 雪州那个制度 没有我是说他的宣言里面 宣言 如果你看505的时候 那个西蒙的宣言 是当他对宗教方面是很少的 他在讲的是很少 可是他没有真正去落实 甚至国阵要所有一个特别委员会去保护 或者是讲去照顾这个非伊斯兰的宗教 也没有真正去落实这些东西 所以我对这一次的竞选拳 老实说 我也没有认真去看了 因为我不相信了 我总之是 你谁是当政府 那时我就是要去看你做了什么东西 去监督你 去监督你 我说做了60年那个 60年你都还没做到 你现在就说你下一届 你就要给我做这些东西 而且你没有放那个期限 可能你后来你当 你执政了过后 你告诉我 可能是未来60年才可以落实的 所以我怎么会相信你的宣言 我觉得我不看宣言了 我是看你过去怎样对待我们 我是有看西蒙的宣言 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 对破要看 没有我是认真的在看 我觉得如果是说两边的宣言 可以打动多少的年轻人的话 因为他们都没有看 所以这个答案有点难回答 因为最近我有两个朋友 就是他们都是在新加坡工作 和读书的 那他们都问我 为什么 我应该是想他们问我 为什么他们应该投反对党 他们直接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就 后来我们聊了一下过 我就觉得 其实你们有没有看他们的宣言 然后两个都说没有看 所以我就把宣言发给他们 他们才认真的去看 所以其实这个宣言 我觉得真的没有多少年轻人 会去看 除了可能西蒙的 就是因为比较大多数的年轻人 可能会比较倾向于支持反对党 那他们加上反对党有做一些 infographic 比较简单 那可能他们有去阅读一些些 而且他们也有小桃来跟你解释 小桃 对啊对啊 国政没有 国政有凯利 嗯 是 然后刚才我们有提到像赛萨迪 这样年轻的这个候选人 那你们觉得这年轻的候选人 在年轻选民里面会有吸引力吗 会 会吗 会吗 马来妹很喜欢 哈哈哈 尤其如果长得像Oppa 对不对 这个size 他只竞选一个国会议席而已 对啊对啊 可是我们清一色 我们看 不管是国政还是希望联盟的话 比较 比较倾向于马来政党的 我觉得他们都 派出后选人都会比较老 嗯 巫统的 还有这个图团党的 除了赛萨迪啦 嗯 他们其实大部分的候选人都还蛮老的 今年派最多应该 年轻人应该是马华 嗯 马华很多新人 那诚信党也是比较倾向于 很多一些比较老一辈的 那所以会给我们比较 这样马华的新人 这样你们认为马华的新人有希望吗 你说在哪一个州呢 你可以 你可以 哈哈哈 没有我昨天才看一个video 是 不是 我不要讲那个候选人的名 可是我看了我就很年轻啊 好像 就觉得好像那个学校 叫那个学生拍project video 这样你知道吗 要叫assignment 我知道你应该是讲哪一个 老大好 我是 就很废哦我觉得是 废到 然后死掉 没有诚意 即便是年轻也要有素质 肯定啊 如果像赛萨迪 我觉得他很厉害啦 主要是因为他 他也是打辩论的 对对对对 他也是这个亚洲最佳辩论 我就觉得习一杯给 这个人就是 我相信辩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认可他的这个资历 跟他的头脑 嗯 嗯 是 所以可能也是要有点素质啦 即便是年轻 不一定是打年轻牌 你刚才问我说 是哪一个地方的马华 马华候选 年轻候选人会有机会是吗 呃 我觉得要看哪一个走 真的有希望 呃 可是马华派出 我觉得 根据我的观察 我派出比较多年轻候选人呢 其实是在雪龙 嗯 嗯 而且是很多是全新的 后选人 炮灰嘛 可是的确 的确是炮灰 其实我 我刚刚在 呃 来录影之前呢 我还写了一篇大选专栏 我是谈佛系候选人 佛系候选人 我在这次 因为我们是跑雪州 雪龙一带嘛 对对 那我跟我同事聊起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 我们有很多的佛系候选人 那第一种就是 呃 不败票 不会见选民 没有曝光率 缘分到了自动党选 哦 还有 现在还这样子 没有不是马华 我必须强调 哦 并不是马华 OK 有就是 就是呃 我自己跑的选区刚好 就是我的候选人是 呃 三天捕鱼 两天赛网的 可能今天有行程 明天没行程 或者整天只有一个行程的那种 那第二种 那你在哪里跑啊 哈哈哈 那第二种 呃 佛系候选人呢 就是他会见选民的时候 只是握手微笑 不讲话 哦 那缘分到了 选民自动认识你 你就自动当选 我跟我的 呃 同事聊起的时候 我们的确发现到 有很多的一些 呃 呃 国阵的新人 他们都面对这样的问题 就是 可能他们比较没有想法 又或者是他们 不太 不懂要怎么样去会见选民 就以至他们跟选民接触的时候 就是 这样子罢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跟选民 打开一些话题啊 那些 那如果是 做抛回的话 我觉得可能 呃 就是至少你要去 尝试着去 去 我觉得上一届大选反而没有 这样多这样的 佛系候选人 做一个 做一个漂亮的炮灰 炭烂的炮灰 就是上一届大选 我们还可以感觉到一些候选人的 现在努力在 对他的存在感 呃 那么这一届的候选人 感觉很多都比较 没有自己的想法 比较害羞 就是 就是 没有办法去 approach候选人 所以就 会让我们会觉得说 欸为什么 一个胜算比较低 或者是 他没有办法提高这个政党胜算的候选人 最后会选择他来打 那我们的结论就是 可能是一些派系的问题 嗯 不过你这分析有可能 嗯 就是最后一些名单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 欸很震惊 为什么是这个候选人 完全没有在这里听过他的名字 也不是集成推荐的 这其实 这个候选人也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 呃 我个人的观察是啊 反对党比较能够吸引到 有素质的候选人 我甚至我的同学里面 如果我们 我们特别讨厌一个跟 呃 不是讨厌 就是 我们可能对他们有太大的好感 好感 因为他最后就是 成为这个国政的 就是跟国政有关系啊 或者是 呃 也成了我们的市议员这样子 就是在我家乡这样子 所以我们基本上 都不跟他谈政治 我们也完全就是忽略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政治啊什么 我们就完全不谈 可能 呃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你们身边 会不会有这样的人 可能觉得欸 我不想要跟呃 呃 国政或者执政这一方 年轻人尤其 有一些什么关联 如果我有想要参与政治 我也会去呃 呃 跟反对党那一派 呃 呃 我的看法是这样啊 嗯 我主要是谈马华 就是马华 为什么他的候选人 没有被他吸引到 没有素质很高 我我真的是觉得是因为 嗯 他们很多是利益的 这个这个 血脉啊 或者是家族派系的传承 嗯 而不是真的是有一个 强大的候选人的领选机制 嗯 他不是 他不是说很像 很像 真的是找那种强将 而是 我要尽量的把这个利益 保存在我原有的派系当中 以至于他很多的都是 很像我身边的朋友 很 真的是很少很少很少 会支持马华 但是如果有的话 他的父母 肯定就是有罗吧 马华的 不是市议员 就是市议员的什么什么 一定是这样 那他们会公开支持吗 会会 这群人就会公开 反正我是认为说 呃 我自己很个人的想法啦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是认同国政 或者认同马华的 政治理念的话 嗯 我觉得大部分是任命的华人 就是你任命 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种族政治的 一个体制里面 嗯 马来人是占大多数的 所以身为华人 我们华人就要认命 守本分 对我们华人要认命 不管是在可能在内阁也好 或者在其他的 不管是在大学也好 这种孤打字 因为马来人多 所以他们一定要占大多数 我们华人永远的比例就是 可能马来人6 我们3 印度人2 这种比例 我觉得大部分是这样子 就是比较认命的华人 不过我觉得 鲁卡社庄民的那个 怎么说 那个论述 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些数据在背后的那个 对对对对 我反而认同 历生所谈的 就是 我不谈 比较没有数据 我是谈 为什么比较多数 有数字的去了 反对党 因为他们都认同 很多时候都认同反对党 所以只能说 多数好的人 好 有数字的 都已经在一个党里面 因为 你谈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 可能它会引发 就是因为那个数据 就是说 任命 我也不觉得他们有些 为马或者为国阵站台 是纯属任命 他们也想去做一些东西 可能在一定的数字上 或者在很多方面 可能不如行动党 招兵买马的那一群人 会更好 我是这样子觉得 我觉得任命 可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反而 他讲的那个论述 尤其是讲说 任命这一点 这一派的人 就能够接受 再朝一定要有官才能做事 这一派的人就会接受 就是我不能够不让马华当官 我一定要再让马华有一定的议席 得到一定的议席 当官了才能为我们华人做一些事情 那因为国阵就执政了很多年 那我们有很多的模式 我们都习惯了 比如说一些靠关系的一些模式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的话 可是我觉得年轻的选民 不会不太会接受 这个有人在朝好办事的这样的理念 或者是年轻的选民 他们不会是想要任命的那一群人 所以这个是我的想法 好可怕 我是觉得 其实大家都要很像 觉得族群政治离不开 哪怕是我任命的好 我自己也是觉得 当然是有华人在朝里面会比较好 但是我就觉得 要换政府啊 这样行动党不就是在里面 有什么好讲 所以对我而言 最很像 你为什么行动党到最后可以吸引更多人 可能真的是因为 有素质的人都会认同他们的理念 因为这个理念的确是比较好 如果你真的有素质 你就会懂 这个东西是更好 但是如果是候选人的素质方面 我觉得是 我们看行动党的很多新人 一些新面孔 除了是原本就有一些名气的 那如果是被推上来做候选人的 其实很多他们都是可能议员的助理 他们不是完全没有一个政治背景 或者是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 就跑上来做候选人吗 突然间是来跑来做候选人的 你是说 你是说 反对党 就是在 我是觉得这一届的确是如此 可是上一届真的有人是突然间出来的 就是如果他是有一定的名气 比如说像黄德 那他上一届突然间变成候选人 当然是 因为很 在刚好是在文东啊 然后刚好Linus的事件啊 所以他们选他来做候选人 好像这次玛利亚城也是一样 那如果是 好像其他我们可以看到的行动党的一些新人 新面孔 其实对我们媒体来讲 并不新的 并不是完全一个新人 而是他们原本就是市议员 或者他们原本就是YB的那些助理 所以他们是经过这样的一些训练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 可能在国阵的一些新面孔 这些人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他们没有服务过选民 他们没有跟过一个YB跟过一个部长 有太多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所以这个候选人的素质 我反而不会觉得说是有素质的人 才会去进去那个党 因为每个人的那种政治理念是没有对错的 其实我不认同华人认命 但是那个所谓要认命的华人 他也没有错 如果他想要认命的话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在反对党方面的话 他们会确保他们的候选人 是我丢他上台 他都可以有一个chrama 可以讲一个十多二十分钟 可以激起选民的那种情绪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在国阵 可能满华的chrama 几分钟 你好我是谁谁谁 我是你的候选人 我希望你支持我 Full stop 可是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你要支持他 或者是他没有针对一些选民想要知道的一些课题 或者选民的疑问做出一些回应 所以当然就得不到支持 根据我们现在目前的观察 尤其是在城市选民之中 你如果摆一个这样的这种候选人 其实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 真的 没有办法 OK 我们原来这样聊一下 聊一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 OK 不要紧 我觉得这个节目要做一个总结 我想请三位各自对第十四届大选的选民说一些话 就是你们自己内心想要讲的喊话 还是觉得你想要 因为像刚才正如是有讲说 是希望说 你都是希望鼓吹大家出来投票 肯定 可能就从你来开始来讲一下吧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让我们的国家有公平 公正 甚至任何或者有正义的话 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产生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去投票去改变我们的国家 如果我们选择被动 我们选择不去投票或者不怎么的话 它是无法改变我们的国家的 而且在要实现不管任何的政党轮替也好 两限制也好或者维持都好 毕竟这是一个民主的制度 所以在民主制度底下 我们是需要包容不同的那个声音在里面的 我们不能说 诶 我们政见不一样呢 我们就 就完全消音 让别人的声音不能出现在任何的媒体 或者任何的那个平台上 我觉得这是 但是你在这个是很自然的之中呢 我们就已经在塑造了一个霸权 我们推倒了一个霸权 然后我们自己又塑造了另外一个霸权出来 所以政党轮替呢 是需要一起来努力 政党轮替呢 是需要产生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 让我们都一个平等自由的一个社会 张敏良 其实我觉得我会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国政或者是西蒙 他们两边的竞选宣言的话 其实都希望能够行到年轻选票 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如果 不要盲目的只是选党不选人 那其实你可以对比两边的竞选宣言 我会希望年轻选民 真的去认真去阅读这些宣言过后 你再去做一个评断 到底你觉得哪一个政党的竞选宣言 你会比较by或者对你会比较有利 或者是对国家会比较有好处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 要有自己的想法 要阅读多一点新闻 不要因为受到很多网上舆论的影响 然后尤其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个种 这个仇恨政治也蛮严重的 所以我也希望年轻人不要涉及在里面 因为你们是有你们自己想法 你们有自己思维的人 嗯 我们啦 我们我们 路卡斯来 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 任何一个 如果你是理想主义者的话 那你就更应该为你的理想去做到实践 和为他负责任 那不要一直觉得说很像 要投废票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相信现阶段会投马化人一定会投 但是能够跟我们一起改造换代 一定是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想要投废票的想法 我会觉得说 投废票是一个 你在情绪上发泄得很爽 但是他对我们的国家的 无论是任何的制度改变 他都是不会有任何的进程 他只会让国政继续掌握这个霸权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看更好吗 不要急一步一步走 为自己的理想负责任 想办法怎么去解决 而不是代表一直骂 两边都骂 你什么都得不到 就这样 好 谢谢路卡斯 谢谢庄敏 也谢谢郑容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收看 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年轻人为反而反 当我们定了这个题之后 其实有一些网民就反映说 百格你们怎么敢定这个题 不怕被人骂吗 年轻人不会是一群 只是纯粹为反而反的这一些群体 他们其实是有思想 他们其实是有理想的一群 那我们今天会邀请到 庄敏跟卢卡斯还有郑容来呢 就是想要让大家看一下 说其实年轻人背后有更大的这一些 我们值得期待的 不要因为他们的一些想法 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去否定他们的这一些观点 那我觉得希望说今天的节目 让大家看到 我们其实有很多很有想法的年轻人 我相信庄敏跟卢卡斯也代表了 很多年轻人的思维跟想法 那希望说这一次的大选呢 我们会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年轻人 如何的推动我们的民主进程 晚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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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